最近有不少中年男星都上了热搜,前几天小李斯莱阿纳多,因为一张剧照上了热搜,因为最新的剧照中,莱阿纳多,以身很有年代感的打扮,最重要的是受了不少,曾经把狄利热搭走迷倒的杰克,后来成了拿水枪的胖大树,如今终于重回颜值巅峰了。 瘦下来的莱阿纳多,被网友直言有言任性,真是个誓言直为粪土的人,其实这样誓言直为粪土的人还真不少,黄磊如今的知名度,不比小鲜肉们少,黄磊是极限挑战中的老狐狸,是向往的生活中的黄小厨,更是生活中的好男人。 如今的黄磊已经人到中年发福不少,无论是节目中还是亮相机场的时候,都胖得有点可爱,但是没想到十几年前的黄磊颜值堪称经验,虽然经验通常都是形容女明星,但是黄磊年轻时候的颜值真是让人浮起,书生气十足的美少年。 黄磊十八年前,二十九岁的时候,出演过大诗人徐志摩,那时候的黄磊一袭长衫,带着圆圆的眼镜,书生气十足,看到那时候的黄磊再看看现在,真是让人忍不住感叹一句,岁月是把杀猪刀,那时候的黄磊五官清秀,堪称无数人心中的男神呢? 黄磊年轻时颜值有多高,最近还上了热搜吧,称黄磊是三十哥哥,众所周知娱乐圈中有位三十弟弟,那就是吴磊,年轻时的黄磊颜值,真是比吴磊还要帅,吴磊时候年轻有活力的帅气,黄磊则是帅气,总带了点桀骜不逊的感觉。 黄磊参加和几种主持的节目的时候,曾播放了一段黄磊年轻时候的视频,那时候的黄磊一头飘逸的长发,更有种忧郁王子的感觉。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长发的黄磊,乍一眼看起来好像文章,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,不得不说黄磊年轻时的侧颜杀简直迷死人了,如今的黄磊虽然中年发福,但是颜值还是展现的,而且最近参加节目的时候,感觉瘦了不少, 正在重回盛世美颜的路上,黄磊年轻的时候凭借颜值征服观众,如今凭借聪明才智,暖心大叔,会做各种好吃的,照样是迷地迷妹们心中最帅的男神。